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就是 关于香港是否真的有学术自由呢 大家都知道学术自由是我们香港 在香港大学里面一直都是很重视的 那我们过去都曾经都有人提出 就是香港政府是似乎是做过 有些某个程度上是干扰我们的学术自由的 那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在大学的制度里面是有一种叫做 终身的受雇的制度 那叫做tenure 那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终身受雇 这个这样的制度呢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是维护学术的自由 就是他不想是因为有些教授 持有些意见呢 是可能对当时社会 或者在学术界不同 而被人排斥 那就是我们整个学术界呢 就是制造一个这样的金饭碗 贴饭碗也好呢 其实他主要背后的原因呢 是要维护学术自由的 那所以学术自由呢 是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呢 是现时的学术界 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来的 好了 那所以就是香港的大学 香港的教育界 有没有学术自由呢 是某个程度上呢 可以反映香港的学术界的质素 当如果我们的香港的学术界 是没有了这个学术自由的时候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我们可以说香港的学术界的质素 是很低劣的 那我相信是很多人 对那个外星人这个问题呢 都很关注或者很好奇 那而且在电影界 荷里活呢 都拍过很多这方面的电影 那包括我相信 Steven Spielberg的ET 那这个的 那个电影呢 也都引起很多人呢 是对这方面有 就是 开始有有兴趣 好了 那近日呢 就香港 香港飞碟学会呢 就曾经筹备了一系列的 有关外星人啊 飞碟啊 还有呢 就是一些可能一个超科技的 的学术广 那原本呢就想着呢 在香港的著名的学府 香港首席的学府 香港大学呢 是举办该一些的 来计会呢 团阅的 那但是呢 最后呢 很多人 当很多人期望去去参与 那些时候呢 是突然之间呢 就是 被取消了 如 那其实是到来自发卫的 ик Choi 在外國已經有很多傳媒去探討 而香港也有傳媒不斷探討這件事 到底香港的學術自由問題是嚴重到哪裡呢? 或者我們先請我們今晚的幾位嘉賓 Moon Fong、Neil Gu和Raymond 他們都是在香港UFO飛碟學會 主要幹事和Moon Fong是香港飛碟學會的總統 或者我們先請Moon說說到底在香港學術界 發生一個這麼均動的事件 導致全世界很多傳媒都去講 因為香港有彈丸之地 為什麼人家會關注香港大學發生這件事呢?發生什麼事? 整件事其實就是由暑假 上年的暑假 香港大學的通識系 和我們接觸想開一些飛碟學的課程 通識課程來的 通識課程是有學分的 雖然那個學分你要是上很多個小時才會獲得一個學分 畢竟都好像是拿到學分的正式 是你那個學士文牌裡面 可能有少少一個學分是因為聽飛碟學而拿回來 那個突破性是大家都很重視的 我們就是談了幾個月的 暑假前就開始談 開學的第一個學期 通常就會是空洞一些 所以我們就是暑假沒有搞 就是等特意開學 九月搞的 因為那時是最多學生報名 六講 就是九月十八號 九月十六號 遇到逢星期二晚 差不多是連續 但中間有些時間停了 是跨過三個月 九十、十一月 逢星期二晚在港大最大的演講廳 最大的兩個演講廳 但是坐到幾百人 他們都遇到一個反應很好的題目 我們就相討了 數了差不多有人半年 九月開始 十六號就是我們第一講 就是由香港學會的兩個主席 就是我和另外那個 飛碟學研究院的主席 黃宗介博士 我們兩個是開第一個 那個工作的題目 其實那天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整個飛碟學裏面的 拿到外星訊息的渠道 就是接觸案、綁架案 以及意識 可以說是意識通靈 這幾個渠道拿回來的外星訊息 究竟是說一些什麼呢 是一個做一個好像捕飛 介紹會有什麼範疇去讀 但是呢 整件事就去到 他們會出一個很漂亮的Catalog 可能你們都看過的 那本Catalog很有趣的 裡面 什麼都有照片的 去探墳墓 去街市買菜又有一個課程 探救人的內衣服 都有一個課程 我們那個飛碟學課程 算是很重分量的 相比起所有這些很可愛的課程 都不算是一個值得要被人飛起的一個課程 你可以上我們的網上看到那個Catalog 那就是出了Catalog之後 可能就是全部這樣派 派給全家學校 但是就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information 他就連連這個Catalog 都是派予Year123所有的同學的 就由那年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派給新生 他們說環保我 但是可能有別的理由 不知道 那 好了 那Catalog出了 其實目錄出了 只得一個星期左右 一個星期左右 就到我們那個第一talk 變了時間變得很倉存 可能有人 就是在別的部門 看到目錄 才知道 咦 可能是這樣 所以是按最後一分鐘 才說 不想得 我們是星期二晚 即是二晚五點半開貨 我們就在中午才收到 他可能當天那一早都說要stop 那Between我們兩位博士 即是我們這邊的博士 和他們那邊的兩個頭 可能是那一早已經說要停 但是來到我們說真是喊停那一刻 應該是中午之後 那變成真是 正如某一個報紙寫說 真是四個小時之前就叫停 他不是太誇張 他最多是寫少了一個小時 最多是五六個小時 其實有說過 照去第一講 看看如何 但是最後他們說 其實他們說是延期 但是就延到今時今日 這三個月就說給他和另一個學系 那邊他說我們那個課程 是比較一面倒 一面倒要加多些聲音進來 我們都很歡迎 一直都說好 加你們邀請的科學家 放下來做辯論 我們是很合作的 但是最後好像有很大壓力 就停了 停了之後再講 什麼時候再開 但是在這三個月裡面 我們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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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等 音信成算 是的 就說出了發的那些 是不齊人 但是停了之後很有效率 開回來就好 效率不知去了哪裏 那就到今時今日 本來就是等到今個星期三 就是 exactly 今天 就說 因為他看到傳媒出報紙 見報了 他們就開始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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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但這個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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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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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如果弄辩论好了 都是给你们赢了 我们Nail就很努力了 不要紧 我们就事先教授 我们帮你做research research到你们认为足够了才来跟我辩论 好像香港的法律方面 双方都有对方的资料 公平点 是否想上法庭 大家有足够资料 大家联络聊一下 接着呢 那天《苹果日报》出了新闻 上星期三一 在那一天 因此事件我才知道原来 新闻是这样走遍全世界 有一个新闻社是法国的 他打来打给我们学会 我听电话 都是确实一些他想确认的消息 其他那些新闻社或者其他报馆 全世界那些 他自动将那些新闻翻译就出了 现在照我们所有所知 去云很多国家的了 巴西 中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南非 日本 法国 我数多出十几个国家 他们自动翻译的新闻就全部出去了 德国也有 在网上很多 那现在这个新闻是去到全世界的了 那现在的 我们就是发展到 事情就发展到这个位了 就扯看 接着要怎么样 搞这个课程了 那我有些东西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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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就是要问一下呢 就是可能听众未必了解 那其实 他这个课程呢 究竟哪一个是搞的呢 那时候是合作的 合办的 协办机构 其实 就不是香港飞料学会 正式 是香港飞料学研究院 是 我们叫他做IOU Institute of Ufology 那 会长就不是我的 但是 其实那班过市 就是原班人 那港大那边呢 就是港大的通识 和香港飞料学研究院 合办 就是我们是协办的机构 它是正式的一个通识的课程 就是 港大那边邀请你们 是 他们邀请我们 哦 那 那谁最高的头呢 一定问好 那当然是港大的通识 是的 头 正式是这样 是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 不是他Javi 原来正式 就是非官方 是 原来呢 背后呢 可能是 我们觉得他是 他是 有其他的部门要求他停的 他是想搞的 嗯 要求他延期 这样说 嗯 对我们所知 通识系的主任受到压力 哦 就是从另一个学系的边 是主任的压力 嗯 就是根据那个目录表来看呢 他每一个通识都会叫做 是 under 其他的一个什么系 不知道是不是supervising 什么 那么飞料学是under science 科学系 哦 就是理学 是的 那就是压力应该来自理科院的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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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人的 是一批 是的 一个 那齐齐什么和好些 不是 但问题 不是那个是 就是那个是 之外的其他高级数的人 要补充 其实 将哪一个科学程 威入哪一个category 就是不是我们的 是他们自己的 就是说 so happened 他们将我们这个飞碟学会的课程 就归纳在属于science 那一个category 嗯 可能 就由于这样 这个科学系的主任 就施加压力 就是他觉得呢 哇 你放在我们的地盘那里 那里 那你当这个 这个是个科学的领域 那 就要是某个程度上呢 就是向他挑战 那些高科技的东西 那你们的科学那些 那些是那些教授 那怎么看啊 那一个可能性呢 他们根本对这方面是完全不懂的 是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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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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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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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的改革都做到这件事 因为将来的香港的那个334的课程里面 都是有中文英文数学通识 这个四个是主要科 跟着其他一些就可以选科去做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公认 作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 在那个通识的常识是很必要的 尤其是关于一个这么多人关注 这么多人在探索的领域里面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觉得没有这个基本的认识 其实也是挺大问题 尤其是今时今日 因为这个课题 可以这么说 不是说一个那么新那么特别 那么没有人敢接触的问题 因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开始都将这些方面的资讯 是慢慢发放出来的 比如英国 比如英国在上年了 现在是09年了 在08年 就是摆了上他的国防网页上 是第一批的曾经是叫做机密的UFO档案 是摆了成千几个档案 如图文并茂那样的 现在好像还准备 还是已经下载了第二批上了网了 而法国呢 法国呢 法国呢 也都在08年 因为是前一年呢 都是将他很多的UFO的机密档案 是摆了上他的他的他的太空总署的网页上 那麦西哥不用说了 他们整个空军拍到的东西 就放上网 说没有管权 你们任用 那 那 梵帝刚又开始转态了 就全民二月呢 上年二月呢 联合国在开会 是讨论这个外星人事件 其实我想真正的目的是 想大家 那么多个国家 大家对嘴先 慢慢才想想想想怎么做 如果你说牵涉到科学的问题 那Discovery Channel 科学频道都经常说 经常说了 Fovo那些东西 最近那个香港无线台 都开始 就是 八方这方面的资讯 那 这个问题 已经是很多人 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 所以是公开讨论和探索的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这么可怕 或者这么 值得隐瞒的资讯来的 那 那 会长 我想问一下 好了 那发生了这件事 那你们学会怎么办呢 我们是给了几个月时间 他们看看你们有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结果出到来 那么 现在都静言是 说开会啦 开会啦 开会啦 我们开会啦 整天都不齐人 开不了会啦 那我们就 其实我们不是自己主动去找传媒的 很多时候是 你知道我们的会 不断地被应邀 去不同的媒体的嘛 那去到一个位 就是几个月之后 我们都提这件事了 但是一提 不提又是可 一提呢 其实那些传媒的节目主持人 都是很哗言的 我们上商台 港台 很哗言的 他们一说开 然后其他传媒就来做 找我们做访问 那些人呢 我都知道 其实他们很多都参加了 很有兴趣的 但是反而因为取消了呢 其实反而令到周边的人呢 他们更加留意了这些的新闻啊 更加open了 因为他觉得 在这家香港反而 如果是那么轻易呢 就这样禁了呢 他们反而 有个很新的思维 就是觉得 越是禁的呢 那些是越有价值的 所以其实他都很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期待 会再有下一次 就是搞会 就是会重续了 叫他这么多些播一下啦 都是啦 我们本来有个 进阶课程的 就好像workshop那样的 现在呢 我们就想着他 更加学实性的 这样搞会出来 会想 就是你认为是 你们的会的看法是 就是认为是 讲大自己内部的问题 不牵涉到外面的 因为如果再讲远一点 因为其实全世界 一做这个UFO研究 我们都有纪录的 就直接上网都查到 你等一下问一下 他可以给你很准确的资料 就是 其实很多这些博士啊 研究很厉害的学问的人啊 在大学的正统系统里面 他做开他的那个学问 但是 因缘制会很多是 比如做催眠啊 做心理学家 他就研究了很多 非碟绑格事件的 的数据 那他就写这书 那做做下呢 他就变成一个 非碟学的专家 他专门去研究 contact 或者研究abduction 因为他们很中立 他们真的很单纯的 做一个访问 那出来的总结呢 很多时候就不是 政府是 有一堆呢 是专门 写到它很负面的嘛 这些现象 还有有一堆 不是真的 这些UFO专家 他们是有目的的 就是 说到这样 说到非碟和非碟专家 是不 就是说坏了个行头的 有一堆人是 是 不知道 给到来的支持 那这堆人呢 到那么长刻 是被学院是排制的 被大学排制的 甚至有一些呢 是会有人身安全的 那 变了 所以这次我们都觉得 咦 在亚洲 在香港 做得到 就会是一个 很大的特别 但是话说回来 NEO都帮我们 找了一大堆资料 全世界 只是说美国 美国有几多间大学 会搞UFO题目的课程 或者是 学术上 斗到UFO的 在学术上 在我们的 NEO提供的资料 让他们来猜一下 让他们来猜一下 几多间大学 会搞 斗到UFO题目的 我猜十几 至二十间 究竟有还是没有 我先回答这个 有 一定有 OK 有 有 就是你的意思是正常 无论是开课程 做论文 或者好像他这样通识 或者校外课程 有几多间是搞过的 UFO 我可不可以修订我的 我说你修订一下 因为我想想想想像美国不多国有 我猜少过三间 十几间变成三间 是的 因为我突然想想像像没有什么 在美国有些UFO专家会说 在大学里收UFO系 是的 是的 很朗 是的 很朗 哈哈哈哈 好了 给你们 一遍 答案呢 这个资料是Nio帮你插出来的 是的 或者答案其实起码有32家高尚学府大学里面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Duke、NYU、Northwestern、Ohio State 加拿大的Calgary、加州、芝加哥、Hawaii、Kansas、Kentucky 澳洲的Universe,Melbourne、Oregon、Pansylvania、Pittsburg、Texas、Wisconsin、Wyoming 以及耶鲁大学都曾经颁发过博士学位 给一些学者去研究和非别有关的过题的论文 起码我们在这里看到起码在1970年代 Northwestern大学,美国的传门系,Journalism 已经有的,它不同的科学,有些在现代的科学 有些在社会学里面,有些在政治,Political Science 也有些在科学的哲学系里面 也有些在大众传统资讯方面 也有些在科学和基督教观点历史方面 这个University of Kentucky 就是宗教研究 其实可以这么说,在不同的学系里面 也有些学生是选择研究非别 作为他们的博士论文课题 即是说,在70年代,外国已经有些大学 已经肯做这件事 或者我们迟些请Mil 再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所知道这方面的资讯在外国 就是传统到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说美国 对,我们先休息数分钟 我们回来之后就会继续今晚的讲题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我们继续今晚的讲题 这个题目 就是香港是否真的有学术自由 我相信学术自由 个人都认为是很重要 是应该有的 香港学术自由这个问题的冲击 可以这么说 几年前 中庭耀博士在做一些调查 受到香港政府干扰 不是香港政府 是私底下董建华的助理 路长安 公公 结果引发很大的回响 甚至乎有聆讯 不是 先说清楚一点 有一天 中庭耀突然开记者会 他做董建华的民望调查 被人干预 叫他不要做到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他就觉得有人干预他的研究 以及这些民意的调查 结果他们当时是否有一个聆讯 他当时呢 你知道一个文人 他说的时候 就口窄窄窄 方死被人刺杀 暗杀 那是谁啊 他说了路长安 就是董建华身边的一个助理 那结果呢 要开聆讯 路长安就要辞职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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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学术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记得当时他说 路长安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说 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 就会慢慢阴干你那个部门 令到你不能继续下去 就是玩去聊天 这个都是外国的UFO教授 被人对待的手段 就是慢慢 你放在一边 所以 所以我就是 自从这件事之后 正如刚才在座说 会不会是 港大内部自己 杀庭呢 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可能性会比较低 自从这件事之后 就是杀庭之后 他们学了东西 就不应该这样做 你确实死的 确实被人推出来 这一步 那我们 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 out of他们的 expectation 是的 就是这样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说他们叫庭这件事 从来没有想过 会引致这么大的后果 所以 而且也是很突然 就是说 当时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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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nts 是去到 on the way 才知道 才知道 不是呀,我們小孩子發夢都想進入,不是我女兒小學搞彈琴比賽突然可以取消,是不是呢? 為什麼大家都成熟人,如果他取消,如果他吸取了這個先前的教訓,大學裏面的人沒有人夠膽突然殺亭,不准這樣做,但是發生了,發生了就是我要問主席Moon,有沒有出來? 有沒有人需要來應徒呢?現在好像叫停,什麼叫停,真是用百口叫停,沒有一張email,沒有一張紙白紙黑字,說今天要停,也沒有解釋到停,也沒有時候再倒一封信,或者email,或者任何東西說為什麼停,就是他們差了我兩個解釋,第一就是你寫書面通知叫停,第二,你寫為什麼, 現在兩件事都沒有,真是用口叫停就停的 那那個人叫停是什麼人來的呢? 我認識教育 那那個是什麼人來的?是主任嗎? 是主任 那你是主任,麻煩你寫一張文章給我,你就是靠謊口說 沒錯,我們提了他很多次的 是大學來的,不是小學來的 提了他很多次,讚了這份文章 直到現在他沒有一個官方的解釋 就是不要介意的 這個人是存在的 是主任 是主任 這個人有個名字的 那好吧,不如你們打一張文章給他,你簽我的名字給我 不是,take yes or no 就是這樣 其實那件事發生了之後,我們會裏面都討論過,究竟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或者什麼的,怎樣 position我們 對於這件事件 不是,你要尊重一下人,你告訴我吧 總之他沒有答案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要求過,廣大那邊是給一個正式的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叫停這件事 一直到現在都是沒有一個正式官方的解釋 起碼是沒有一個白紙黑字的解釋 只是一直說是Delay,Postpone,Postpone到現在 OK,當然我們本來也沒有想過,想說將一件事發到這麼大 就是說全世界的News Agency都有轉播 完全沒有的 我們開始都是不想說,啊,將一件這樣的事情發到這麼大 因為很醜的嘛 對於香港 對於香港 我們都談開了一些朋友 因為搞這件事呢 也都跟通識系那邊 不少的朋友有聯絡 也都有些私人的關係 也都不想令到他們尷尬 所以我們不想說是做到這麼樣的 所以開頭 你看到就是我們9月幾發生的這件事 9月16 一路到現在才會說 或者是媒體才會報導 因為開頭我們根本是採取一個 你可以說是以靜制動的方法也好 而是我們也不想說是這麼高調的 其實因為第一,我都覺得這件對於港大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對於幫我們的朋友 也不想說是令到他們尷尬 所以一路都是保持比較低調 一路只是想說是追求他們 你說究竟是delay 那麼delay到什麼時候呢 delay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是採取觀望和等待的 即是我們給他們時間的 其實就是 但是一路 他們就是一路是這麼拖 拖了太久了 而那些傳媒也都發現到這件事 其實開拖那天的之前 傳媒都是密切期待我們開的 所以我們不開波了 我們就算不出聲都猛被人追著問 其實當日都有一些傳媒的朋友想說去聽和報導 所以他們都會curious 所以為什麼會殺停了呢 什麼時候再繼續呢 一直都是繼續問我們 我只能說 HKU那邊說是delay delay delay 但是一路過 我都仍然是delay 所以 就開始慢慢去報導這件事 即是還有一個星期就四個月了 對 我亦都不是想說利用傳媒的力量 去將這件事去pressurize HKU去搞這件貨證 而是 也都beyond我們的control 可以說是 它自己走出來就是發展成 是去到現在這樣的局勢 我想問一下它用什麼藉口去繼續拖下去 它就是找不到人開會 人開會 所以他們要找到全面科學院的人 全面科學院的人 我們方面 非碟學會和非碟學會的人一起去開會 每次都說 最主要是科學院 最主要是科學院 那我想知道你們是否每次都很遷就他們 都是你們去配合他們 但是 我們幾次都可以找到我們的代表出席 哦 這樣的 其實都很明顯 好像拖字 這樣感覺 至少我覺得是不斷拖緊 也都可以這樣說 真的很明顯 那他們怕什麼呢 我們今晚嘉賓也有Nio Gore 那Nio在這個世界各地的非碟那個現象的組織裡面 他是很有權威和很熟悉的 所以我們希望看看Nio在這方面如何看 那麼, what do you think happens you know,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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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this OK, let's look at 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decision was made very, very high up in the university to stop the lectures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why I don't know if you've noticed how clever university lecturers and economists are after the crash they're very clever after the crash to tell you what happened and how it happened and if only we'd done this and if only we'd done that they're very clever after the crash but not one university professor was ever clever to predict the crash now this is a very very truthful statement I'm making you never hear before the crash or you never hear before the incidents a prediction but they're clever afterwards now I can tell you in this room you're sitting with people like James Jew who's been on your program talking about energy free energy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are actually not just futurists in other words people who think out the box to look at the future people in this room are actually called futons they not only predict the future because they think exo-politically and exo-consciously but they are going to change the future and this is what a futon is and I think a futon futon with future they will change the future now there's a terr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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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drome that exists in these old academic institutions like Hong Kong University it's called tenure tetanus now it's a horrible thing to say tenure tetanus tetanus you know the disease tetanus you cut yourself and you get sick yeah well a lot of these professors in the university have got something called tenure they cannot lose their job they are there they are stuck there they are happy they get their salary every month they can just smoke the cigar at night come do the lecture and everything is nice and sweet we call that tenure tetanus sickness you know now you can imagine all these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are sitting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uddenly some of the progressive elements in the university come along and they say ah let's introduce a UFO course some exo-politics and let's just think a little bit outside of the box lectures are prepared everybody's happy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professor with tenure tetanus at the top sits there and he scratches his head and he goes hmm what happens if they start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or what happens if they talk about things that I do understand but I'm told not to talk about hmm exo-politics and UFOlogy will make people wake up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university people don't want secondly imagine all those professors who are sitting there for all these years they get to a very high level of academic progress achievement and they know out of the sight of their eye they see all these films that are coming with E.T. Spielberg they see Taken they think back to the war of the worlds and they start to hear about other professor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who have given exo-politics courses and UFO courses and those guys are talk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bout this planet's engagement with extraterrestrials through the US military they worry they are scared so this is some of the opinion of the exo-political community worldwide as to why these people cancelled as lectures now you must also understand that in the past the 1940s late 1940s there was during the time when of Roswell and after that the Space Brothers all these contactees were talking to from other planets the controlling group was called Majestic 12 today is known as PI40 it had various divisions that acted upon the instructions of Majestic 12 the control group one of them was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that determined what was the way to implement the policies that they do abroad now a lot of countries are still controlled by the system by the Americans because if you don't listen to America you can't export to them if you don't listen to America you do not get your permission to build your nuclear power if you don't listen to America you can't launch any missile above a certain height and leave the planet's atmosphere this is just a fact America controls everything so there are certain forces also at work very very well hidden they're in all the institutions and this smells to me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is under slight concern of these forces to me if it walks like a duck if it quakes like a duck it's not a rooster it's a duck and that's what I think we're looking at we're looking at a system where Hong Kong the freedom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the students is being compromised and these people these professors with 10 year tetanus have to be called to count because they are allowing Hong Kong to become a puppet or a slave dog to an American system and why are we all here because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reality of what's going on those professors some of them have told me that oh they worry about the lecture because oh there's nobody in the students who's going to have a chance to challenge well of course they can challenge they put their hand up and ask a question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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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also worried because somebody phoned up because they heard you know that we're doing a UFO course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insulted people go to the cinema and watch a film and they get insulted at least give the student the chance let them listen and let them ask the question now I say this to the person that all these professors are protecting in the background somebody very high up in the science department I believe allegedly why don't you come engage me in a public debate on television in front of the whole of Hong Kong I'll have one arm tied down my back I'll give you all the research material I'll tell you where to look and you challenge me and you tell me why they should not have these lectures and I will tell you why they should now that's very fair now the problem is they don't want to play fair nothing is fair the day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s not fair no my point is they don't want to play with you in a fair term they want to win but they don't have the way to win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ey don't have the way to win they have protected th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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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will be you win and they lose and they lose face they are winning for me because the more they say no the more we tell the press the more we tell the press the more silly they look the more you know that the whole exo political network all academic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m getting emails every day I've sent some of these emails to you guys you can see Philippines you can see Singapore you can see France you can see Germany you can see Britain they're all there and they're laughing and I think it's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sorry this is what I heard I don't know but this is what's been told to me you know get this guy stop protecting him get the guy out who is he if he's got tenured tetanus I'll give him an injection I'll cure him don't hide away come because all you're doing is you're hurting the students you're not only hurting the students he's hurting his own children and his own grandchildren and his children's children's children because the more he hides all this the more we'll be breathing in dirty air because all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hidden by the same thinking that he ha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ey are hurting the value of that degree they offer the degree is going to be a joke yes an absolute joke here's a university it's been very well established and is not prepared to let the students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you know you can't fly a jet by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 book you know because you can't put everything in the instruction book yeah I agree I think it is really time for people to find out about this stuff UFOs aliens literally I mean our life depends on it the world is falling apart and you know the more we keep this hidden the worse the earth is going to be so it is absolutely urgent that we have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is and in a way like Kirsten was saying that it's a good thing you know this thing happened because now it's really gaining a lot of publicity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people both in Hong Kong and outside of Hong Kong and so we have to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we have to keep pressuring Hong Kong U and talking to the press until we can have a course you know and like Neil was just saying we don't want to present this as one sided people can always challenge there's no problem you know I'm not telling people like this is a fact I'm telling them this is what I found out now it's up to you you can go find out the internet is an excellent too nowadays you can find out a lot of stuff but you have to do your homework you know you cannot hide your head underneath the sand that doesn't work all we are doing is giving Hong Kong a wake up call especially young students young people tell them that hey maybe these things exist really you just have to open your eyes and take a look and if you take a look and you make up your own mind and if you think this is valid then start digging start demanding all this information to come out why because earth we are destroying earth we're destroying ourselves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well you told me James even way before this crash started you were already talking about bringing George Green from the states who has predicted this right the last letter in fact if you listen to Gerald Salenti on close to coast radio another one been predicting these are the exo economists that we need to listen to because the old models are wrong clearly they're wrong even your whole theory about the electric universe they've got the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l of the universe on a gravitational basis which is wrong so it's time to wake up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about our education in science in medicine we talk about that many times in geography and physics a lot of these things are wrong it's not that the truth is not known it's that they have been suppressed very few people know about this stuff they just won't talk about it they won't let people study it if you say that well maybe there is ether existence of ether then they'll ridicule you so that you will stop talking about it but maybe secretly they are building weapons that manipulate ether who knows I have no idea but the point is I'm sure you're right they are but the point is we must learn all this new stuff for our own sake we have to save ourselves we cannot delay any long they are very afraid of people uniting they are very afraid of people saying I am a citizen of earth I am not a British I am not an American I am a citizen of earth I care about this planet they don't want unity they want to divide you up using religion using anything to separate you using the winners and the losers instead of competitiveness what they're using is competitiveness instead of cooperation if we all cooperated we wouldn't need competitiveness we'd have abundance we need to move to a world of abundance where we have nano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t this technology come up front we won't have to work we can use our brains we can become more scientific we just need to get this technology out and get the people in universities to understand this and to allow the students to know it so they can move into the new era instead of sticking with stupid things like banking and stupid things like primitive engineering and old models of science that's the way forward cooperation so to you 其实有一群的VP grade VP grade的港大的人 是有一个backup在这里的 不单只是在科学院中 说叫停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杂齿的权定来的 他也说过 其实在全世界的学府里面 有一种势力是不让UFO入到正统 现在我们正正拿学分 所以很紧张 所以是有理由我们相信 究竟是不是只是限于 在港大里面挨停的 或者挨拖延期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 美国是世界决定的大哥 如果你和美国不友好 你不可以有核武 你不可以出口美国 那你就没有钱收了 你的导弹 不可以射到过多大气层 某个高度 那没有 当然是不可以 入到世界学府 里面一定是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势力 是想这件事不入到正统 所以是差不多 这个事件好像有一种感觉 是千方百计 无孔不入 是要stop 不让他进去大学的正统里面 正统的学系里面 做一个学科 那基本上 Raymond刚才也说了 其实不是一定是当科学系的 如果将它放在心理学系 社会学系 可能呢 会不是今天这样的光景 其实我刚才也补充了 很可能是背后真的有一个阴谋 就是阴谋使得 是愚味我们 香港人也好 学生也好 愚味我们 让我们不知道这些新的技术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 使得我们受到我们 每个人不同的宗教的分离 使得我们互相残杀 而不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那如果我们继续下去 每个人都知道 地球是面临大灾难 我们一定要团结 一定要学悉身的 一定要了解到 原来天外是有天的 我们是 可以跟外星人有沟通的 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帮我们看的 来解决我们目前地球的问题 我们是不一定需要战争 不一定受我们的恐慌来控制了我们 所以我想这些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可以真正了解到 我们今天的课题的背后的重要性 这个不是只是讲学术自由的 这是讲一个 一个新的科技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是对地球现时的问题 其实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回响 也可以帮助我们地球人 解决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 好了 时间关系 我们今晚就要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 多谢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分享 他们这方面的知识 好了 下星期三 晚上9点到10点 我们再在网上讨论 下星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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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